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桃园市杨梅景分区杨梅派出所在国庆日设理一件机车窃造案,远景调阅监视器发现行窃男子带着一只小白狗沿路市戳机车钥匙孔,顺利偷走一辆机车,昨晚根据相关线索前往杨梅区新疆路一带查起,结果和监视画面相似的一只小白狗突然冲出来对着远景狂吠,远景虽然也怕, 被狗咬,人硬着头皮逮捕小白狗的主人,40岁,古姓男子道案,狡猾的古男原本否认行窃机车,经远景出世监视画面中的小白狗询问这是不是你的狗,古男才认罪,并功成汉小白狗柠檬感情很好,出门都会带着他,最近找到工作,上班需要逮捕工具,才会偷机车,但机车骑到没有后就丢在路旁,远景随着, 随后也带古男到汽车地点找到实窃机车训后一切到最咸寒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